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毁约在先 又无法交付尾款 故此遭到房产公司没收房产 将首付款全部没收 并且将其中三套房产重新出售 由于如今香港的房价较三年前有明显的跌幅 故此这三套被重新出售的房产很快就找到了新买家 其中一套房子要低于原来的购买价至少两成被卖掉 而接盘的是内地专才 最终的结果是吕立军因为违约损失了至少350万的首付定金 吕立军违约的这四套房产都是全新的房产 就连原业主吕立军本人都没有机会到这四套房产去参观过 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参观 他就毁约了 这说起来也真是不胜唏嘘 而更令人唏嘘的是 这一箱吕立军因为违约而损失了350万的首付款 那一箱内地专才不只是能以如今的房价购得这套房产 另外还能享受专才待遇 三年前吕立军购入近还的时候 是以3483.9万的价格买入的 三年后 内地专才以2780万的价格买入 要比当初吕立军买入时低了将近20% 另外 因为是内地专才购买 所以享有购买的特殊优惠政策 只需要一次性交付118.15万元的税款 倘若是一般买家 则需要付417万的税款 这等同于双重优惠 吕立军与这位内地专才并没有任何关系 内地专才能够买到吕立军的这套房产的前提是 吕立军无力付清房款 最终遭到房产公司没收而重新出售 只不过两者的对比太鲜明 吕立军被形容为损手烂脚 失去了房产 还损失了至少350万的预付金 而内地专才享受了优惠 还已低于至少700万的价格买到这套房子 不过对吕立军来说 这应该也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冲击 毕竟濒临破产都临危不乱 何况损失几套房 几百万的预付金 吕立军在2022年之前依然过的是超级富婆的生活 坦白说他生活中的实际开销并不大 如今所住的豪宅虽然是甘比名下的 但是刘鸾雄特准两个子女与吕立军住在此 所以有关这套房内的任何开销 包括房屋水电 他都不需要操心 另外生活中所用到的豪车 乃至游艇 直升飞机 也是刘鸾雄的 名义上也是给两个子女用 所有的维修 保养也不需要吕立军掏钱 而刘鸾雄与吕立军分手后 也留出了足够的教育经费 生活费给子女 所以吕立军根本就是沾了子女的光 他有的是闲钱进行各项投资 包括房产 吕立军在2021年5月 跟风投资了香港网红楼盘 净还豪宅 由于这个豪宅建在地铁站上 属于稀缺的地铁楼盘 名人们都看好发展前景 所以热卖 吕立军当时一口气扫了四个单位 总值1.4亿元 他当时选择的是以建筑期首付的形式购买 合约内容规定先交付10%的首付款定金 余下的金额在开发商交房后14天内付清 否则就会被终止交易 将近两年后 也就是2022年底 净还开始陆续交房 那么不巧 此时的吕立军因为投资失利 欠债累累 根本就没有精力再去顾及净还房产的损失 导致被终止交易 对于寻常人而言 损失一笔350万的定金已经很难过 而吕立军一次性损失了4笔350万的定金 总值超过1400万 而以这个损失的价格 在加点前都可以买到千尺豪宅 不过对于吕立军来说 他的损失远不止千万吧 否则也不会厚着脸皮开口向刘鸾雄求助 让刘鸾雄接盘他名下的千万豪宅 以此拆东强补西强 吕立军投资失利到底亏损了多少不得而知 但应该离破产非常接近 刘鸾雄在开媒体见面会的时候 曾经愤愤不平地表示 就应该游的对方吕立军破产 而不该出手帮忙 这说明吕立军的情况非常不妙 不过吕立军还真是能人所不能 面临破产 依然若无其事 翻阅他的社交平台 他就是典型的马照跑 舞照跳的人 该干嘛就干嘛 还有闲情雅致 每天跑步 跳芭蕾舞 这说明他内心足够强大 想想也是 吕立军损失的只是个人的资产 他的富贵生活依然如常 毕竟背靠两个孩子 只要孩子在 生活就不会停 既然大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 不如过好眼下的生活 这才实际 这才明智 刘鸾雄在一年内两度举办媒体见面会 就各种坊间的绯闻进行澄清 而两次媒体见面会 主要话题都离不开吕立军 吕立军因为投资失利 濒临在破产边缘 所以在2022年底向刘鸾雄求助 结果两人同框被曝光 进而让刘鸾雄不得不举办媒体见面会 澄清彼此的关系 之后进一步曝光了 吕立军面临财政困难的尴尬局面 刘鸾雄自称 看在两个子女的份上 出手帮助了吕立军 如今将近一年过去了 吕立军并没有完全脱离财政危机的困境 她手上持有的好几套房产 因为未能完成交易 面临将遭到房产开发商终止交易的境地 如今其中的一套已经被取消交易 350万的首付房款遭到全数没收 刘鸾雄在11月第二度举办媒体见面会的时候 就曾经预言吕立军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房产的交易 当时她就以不懈的口吻表示 吕立军这是愚蠢行为 果不其然 吕立军的确没有能力完成交易 如今损失了一大笔首付的费用 以及政府税 吕立军此次损失的 是香港网红楼盘 净还豪宅的首付交易 净还豪宅由于位于黄筑坑地铁站上层 属于稀缺的地铁楼盘 2021年5月推出第一期的时候 大受欢迎 很多名人都纷纷出手购买 吕立军以1.4亿的价格 一口气购入了四套相关单位 那时候的吕立军应该还没有遭遇投资失利 所以他敢于大手笔投资买房 吕立军购买净还豪宅 选择的是以建筑期付款的形式进行购买 他与建筑商签订了临时买卖合约 以在120天内支付10%的首付款 按照约定剩余90%的房款 在开发商交房后的14天内付款 如果不能按时交付 就要被迫终止交易 而建筑豪宅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开始陆续交房 而那时候的吕立军已经深陷财政危机的漩涡之中 以他当时的处境来看 肯定是无法如期支付剩余的房款 如果以合约办事 吕立军在2023年3月的时候就已经违约了 开发商当时就有权没收所有的首付款 并且终止交易 不过禁还豪宅的开发商并没有这么做 只是通知代理商把吕立军持有的其中一个单位重新出售 而另外三个单位都没有终止交易 直到12月才将其中一套以3501.3万交易 净还豪宅进行了终止交易 所以吕立军损失了350万的首付交易款 以吕立军目前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所有交易的现状来看 他最终要损失至少1400万的首付款 再加上15%的政府税 约合2100万 他至少要损失3600万 净还豪宅开发商没有完成终止吕立军的四套房产的交易 不知道是不是对吕立军还存有一丝幻想 认为他还有能力完成交易 毕竟吕立军曾经也是身家至少20亿的超级富婆 这是刘鸾雄所能证实的 虽然他如今陷入财政危机的消息也被曝光了 但是刘鸾雄也出手相助了 没准他就能渡过难关呢 殊不知道吕立军如今早就是千疮百孔 还要拆东墙补西墙 因为他手上贷款按揭的房产 不止进还豪宅的四套单位 还有多处的房产需要他及时填补空缺 否则他也不会迫于无奈向刘鸾雄求助 如果不按时尝试房贷 他就有可能被迫宣布破产 他当然不想走到破产的境地 所以与刘鸾雄签订了商业协定 让刘鸾雄买下他的两套房产 直接套现1.4亿去尝试其他方面的债务 刘鸾雄与吕立军虽然已经分手 但是他对吕立军的为人根本是了如指掌 就是认定他一事无成 毫无投资眼光 11月举办媒体见面会的时候 刘鸾雄就指出吕立军买入近还豪宅是愚蠢行为 他表示有钱人买房会一次性付清房款 但是吕立军只给10%的首付 还要给15%的政府税 结果无力支付 百百损失一大笔 怎么说呢 吕立军为人就是太过激进 如果他安分守己 本分做人 不去想那么多投资上的事情 他这辈子可以过得安枕无忧 毕竟手握20亿的资产 这些钱难道还不足以让他及其子女 家人过得更好 偏偏他又爱耍小聪明 自以为跟了刘鸾雄多年 在对方身上学到了投资的本事 殊不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 得不偿失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